Vento要用VXDS按照它的说明 你必须有这些东西 你要先下载一个Image 它放在这里 Github上面 你要有这一个 请你在下面有一个Vento的资料夹 一定要这样做 看它放在这里 Vento下面的资料夹 好,首先我们先下载这一个档案 你可以选择Zip档 Zip档 看一下 没有,没有什么大桩 其他的就是这一个 把它储存起来 好,储存起来之后 好,在你的下载里面 就会有这一个Zip档 好,Zip档 那我们选择开启 它有一个VentoBoot 然后有Win10 Win 好,它有这样一个资料夹 所以有不同的Win7 所以有不同的Win7跟Win10 所以我们现在大部分都是Win10 我们就直接用Win10就好了 解开到哪里 到我们的水深硬碟 那建议你建一个资料夹 叫做什么 Vento 为什么要这一个 是因为 它的文件说了 我们的 注意哦 在VentoY 这个资料夹下 要有这一个档案 就可以用 所以你要放在这资料夹下 你用手动键也可以 你用手动键也可以 所以我们先建立一个资料夹 然后放进去 好,解压缩成功 那你要使用VXDS 或VHD VHDX 或者VHD 的档案格式 你必须在你的硬碟下面 要有一个Vento的资料夹 你可以自己手动键 然后再把这一个image 放到这个资料夹下 这个时候 Vento资料夹 Vento系统就会认识 你所放的VHD 或者是VHDX的 所谓的虚拟机的档案系统 它就会认识 它就有办法开机